在今次疫情裡面,病毒奪走了我們6000多位市民的生命 今天我仍然聽到,他們平均歲數是85歲 哪怕是105歲都是生命,哪怕5歲都是生命 我完全不會用那個所謂叫做中位數來做一個決定 一個人生命的價值多少,或者剩餘價值多少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前天你告訴我們,突然之間說暫緩全民檢測的工作 那這個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今天在健死招待會裡面你澄清說,這個手段我沒有放棄 只不過是要看什麼時間應該要用最好的資源來放在刀鋒上面 我這件事情贊同 好,現在聽到你這樣說,就是4月19號叫學生回學校上課 21號對9個國家解除禁令 那是不是意味著那個疫情將會達到尾聲 所以你才是說,那個就是我們三個階段的開步 就要做第一階段的解封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全民檢測都應該在那個時候 四月中旬要做呢? 那,我們認為呢,就是我們要用最少的代價 來達至最大的效益,這個是沒有爭議 但是現在我們付出了龐大的代價 都未能夠做這個全國都用的,是全民檢測 而你今天還在說我們沒有基礎 如果用你現在這種說我沒有基礎,但是這個手段又不放棄 我覺得很無靈兩學,究竟你做還是不做 在抗疫的工作裏面呢,就最好當然是有個水晶球 可以看到未來的趨勢是怎樣 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恐怕現實就沒有這個水晶球 我們只能夠靠我們掌握的數據 我們掌握的科學 還有看到很多指標的趨勢 但是這些趨勢都會隨著有一些因素來變化 所以我之前也這樣說,今天也這樣說 所以其實是沒有改變到那個說法 就是全民強制檢測是一個有用的手段 也是有成效的手段 但是主要是決定在什麼時候用 是一早和一末來用 這個也是專家的意見,包括內地專家的意見 一早的時候就是用來壓制那個疫情 就是切斷那個傳播鏈 但是香港已經不適合 因為我們不在這個階段 一末就是沒有,又未到 但是剛才才說每天還萬五宗個案 怎麼可以說已經去到疫情的末段呢 所以這個手段現在繼續增加我們的能力 到要用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能力 能力基本上是檢測的能力 因為是應該做核酸檢測 不是做快速檢測 能力是包括有給市民有序地去進行 採樣的能力 有些是電腦、資訊系統的能力 也包括在檢測找到的陽性 還有隔離的能力 所以現在中央幫我們緩建這麼多方艙 就是為我們助力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些力量 去令到這次的疫情 可以更加快見到曙光 多謝 由於特需政府是沒有水晶球 所以就什麼差都不做 望天打掛 聽天由命 至於為什麼我要說4月20號放寬呢 就是因為5月13號 是我65歲的大壽 我要像熊慧文一樣 搞一個生日派對 到時每人幫我慶祝的話 我多麼無非事 你知道我多要面 考第4月我都會不開心 哭足整個月 阿賊婆生日 你們有什麼跟她說 就踴躍留言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說話 想祝福她 多謝大家避免 喜歡訂閱、分享 是這樣 再見